连开车维修保养的费用也要涨价了 东森财经就为您独家掌握 除了一般民间修车厂之外 看到日系车厂本田开出涨价的第一箱 换季由保养来看到平均要贵一千元左右 那么双B保时捷等进口车 因应欧元升值 零件涨得更凶 部分的零件涨价幅度将近一倍 这个幅度已经创下时尚最大 你看这里的东西很多 都有多压力 小到螺丝皮带 大到电瓶引擎 整台车零件看到哪就涨到哪 保养必备的机油涨百分之十 轮胎也跟进 国产一条从一千五涨到了两千块 而电瓶也飙到了两千元以上 其他绿芯等等小零件也逃不过涨价的命运 等于爱车大保养一次 平均贵了两到三千元 我就尽量找一些就是没有上涨的厂商 那个修车厂小价一点这样子 生意上多少差一辆有 整个白天我这堆跌得这么高 结果现在有时候都大概一半而已 生意跟着掉 老板很无奈 但对于保固期间 一定要回原厂保养维修的新车车主来说 未来的荷包会更痛 尤其大厂本田开出了保养涨价的第一枪 竟由从750元涨到了950元一瓶 等于一次保养四瓶就要贵上三千块 因应欧元升值 从双B 保时捷 福斯进口车 甚至于顶级超跑 都逃不过零件涨价的压力 部分零件涨价幅度创下了史上最大 进口车一些像一些底盘的东西 电子里面的电子零件 其实那一种东西它涨的话 有时候一涨都涨了 涨了30%以上有时候都有 三脚架有时候涨的话 差不多快一倍以上 因应成本飙涨 业者被迫涨价转价消费者 至于车主恐怕只能多多比价 能省多少算多少了 东西才能新闻军 郑彦龙台报导 就说出品了 全球 谢谢大家